Hello 同学是Big Bang来了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王俊凯 上周末新鲜官宣的英雄联盟 中国区代言人周杰伦王俊凯 亮相英雄联盟九周年明星表演赛 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对战 让无数电竞爱好者看得是热血沸腾 一向机智有想法的王俊凯 还在这场对战中 贡献了堪称电竞男主操作的三杀 用实力演绎电子竞技没有偶像 杰伦哥是我的偶像 我很喜欢他 但是电子竞技嘛 就是没有偶像 赛后 这位电竞男主本人 也做客我们的专访间 聊起了关于爱斗 电子经济 英雄联盟的二三世 快来一起康康吧 很激动也很开心嘛 因为赢了一场比赛嘛 那其实我平常玩这个游戏就蛮多的 那参加活动 这次能够在台上一块去跟 以前看到那些比赛上 那些选手一块去打游戏 还是很开心 你在接受邀请的时候 知道你会有何周朵要玩吗 其实接受到邀请的时候 云知道了 所以当时就一直都很兴奋 一直期待到今天 之前其实还没有机会 跟杰伦哥一块去玩这个游戏 点一下你的感性吧 那我们今天其实主要就是跟打野的配合会比较多一点吧 因为平常玩游戏就跟郭老师玩的比较多一点 所以说我们两个其实默契都还是比较好的 那平常的怎么操作 今天就怎么操作 就是跟他一块有什么机会大家一块去找这样 现在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开心 非常激动的心情嘛 因为跟这个游戏有了合作 而且是跟杰伦哥一块合作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激动的事情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玩《医生迷蒙》的 我感觉我是挺早的 应该是在S3或者S2的时候 应该就开始玩这款游戏了 那你觉得《医生迷蒙》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我觉得它最吸引我的不仅仅是一个游戏 跟朋友一块去玩这款游戏 或者说一块去看这个游戏的比赛 我觉得是一种很有激情很有热情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觉得它也是做了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 就是比如说在电竞方面 它会去传递一些体育精神 然后公益做了很多给带来了很多温暖 让我会觉得喜欢《医生迷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其实有时候冲浪可能会了解到 然后一些直播有时候也会去看一看比赛什么的 那你有没有比较喜欢的直播或者是选手 那就是马拉相过跟Ledme 其实看的比较多的是比赛了 那看直播的话其实就是看一些比赛上比较喜欢的选手 现在是什么的 我钻钻石 不会因为其实我觉得电子经济其实就没有手下流行 一比赛的话其实大家还是想赢的 我觉得他们其实挺可爱的 如果说让我去看一个我根本不懂的东西 可能我会一脸懵 而且让更多人关注到英雄联盟的赛事我觉得也是蛮好的 这样一个有技术有想法又怀着满腔热爱的电竞男主 真是让人不得不爱呀 王俊凯不愧是英雄联盟中国驱代言人 不说了 特勒军要再去看一遍他和周董的对战了 爱竞技爱小凯的朋友们快跟上呀